那1到12月份 那這個是一個總表 我希望按一下它 自動幫我把前面12個月的資料 分別的一個一個的把它放過來 不過當然它 我們是跑個回圈 所以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那那個順序 1到12 如果你不是按照這個順序排列的話 反正它就是從左邊一直幫你跑過來 所以你如果亂掉 你要先自己排序 排序的話後面會講到 比如說你可以先按照那個工作表的順序 先排列好 再來合併 這樣就不會亂掉 不然的話有的 現在什麼後面的月份跑到前面 這種問題發生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把它合併過來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它很單純的按下它 前面幫我合併過來 有沒有 2月 1月裡面好像沒有東西 所以我剛剛把1月部分給刪掉了 所以從2月2號開始 然後分別有誰 大概就是幾個吧 就是 哪一個日期 然後捐款是誰 另外金額是捐多少錢 然後是團體還是個人的 旁邊有個清除 所以清除按下去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就這樣嘛 很快的 當然你可以再把它設計成一個輸出報表 輸出一個PDF或者直接讓它列印出去 那這是一個統計的一個報表 一個結果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面到底哪一些比較重要 我剛剛講過 第一個 如果沒資料的話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資料 其實我這邊用一個比較簡單的判斷方法 如果A3裡面如果是沒有資料的 沒有資料的話 理論上就是等於空的 等於什麼 空的 空的就是兩個雙引號 就是這個東西這個叫什麼 Range A3 如果是空的話 那表示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呢 什麼事都不要做了 也不用看錯去不像 又像一下 什麼都不要囉 就直接跳過去了 那可是問題 怎麼樣可以直接跳過去 跳過去就是什麼事都不會做 這個等一下會講 第二的話可能是什麼 就是這個 如果只有一筆 那怎麼知道有一筆 其實我這邊有個判斷的方法 如果你游標放在A3 Ctrl向下 它是1048576的話 那表示什麼 表示 只有一筆 才有可能有這種情況 OK 所以 這個判斷是 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它 像這個 放在那邊 Ctrl向下 它會 有沒有 就是第四 所以不會是1048576 好 那有這幾種判斷是 所以我們可以在什麼地方呢 理論上 我們可以把原來的程式 前面有合作工作表 那其實 這一段程式嘛 其實就可以 拿來複製貼上來改 其實可以用這個一模一樣 那你會發現我複製貼上之後 改哪些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它複製貼上之後 第一個 這上面都一樣 只是說我這邊本來是第一季 把它改成總表 然後這邊是關掉那個更新 然後A2 這個前面都一樣 再來的話 for i 等於1到 sheets.com-1 因為最後面那個是總表 不能夠做合併 然後再來第幾個 所以它會先從第一個先開始 不過郵標呢 本來我們是放A2 所以這邊改成A3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邊好像漏改 在雲端上 程式也有 然後A3 最重要就是這個地方 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在這一段 OK 處理三種邏輯 剛剛講的 第一個沒有資料的話 第二個如果一比 多比是原來就是多比 所以比較沒有 那我們需要做什麼 我這邊多增加一個 就是直接先去偵測什麼 偵測切過去的那個工作表 它最下面一粒也是多少 所以如果我說什麼呢 這個R偵測 那從哪邊偵測呢 我從我的邏輯是直接從A 我剛剛是A2偵測 我看如果是A2偵測的話 Ctrl向下 這個 這個是Ctrl向下 拉到上面 如果是A2偵測的話 我看Ctrl向下 它會跳到3 如果我用這邊 所以有兩種邏輯 我之前好像有試過 如果從這邊A3的話 Ctrl向下1048576 不過這種寫法 可能不如我後來又改了另外一個 從這邊偵測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邏輯 因為其實寫法 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這邊的話 如果沒有資料 第一個 怎麼判斷 if Range A3等於空的 這剛剛有講過 then 那做什麼 什麼事都不做 怎麼樣 什麼事都不做 因為底下不是它會一直往下跑 所以怎麼辦呢 我要讓它程式怎麼樣 可以跳躍式的 怎麼跳躍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no data 冒號 我特別需要 那這個no data 冒號意思指的是一個標籤 這個標籤意思就是說呢 我如果希望呢 程式直接怎麼樣 幫我跳到這個位置的話 那我第一個 在這邊設一個標籤 名稱叫no data 後面多一個冒號 第二個如果說 將來我要讓它跳過去的話呢 有個敘述 叫go to 空一格 no data 它就跳過來了 OK 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所以以後你的程式 如果要跳遠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標籤 一個go to no data 那當然特別注意喔 不是只能往下跳喔 你程式也可以往上跳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只要在這個sub裡面都可以 不過這樣的敘述喔 使用起來要特別的小心喔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亂跳有沒有 它永遠跳不出來 變成它跳這裡 然後你又給它go to 跳這裡 然後跳跳跳 所以常常會怎麼樣 太多它一直在跑 它變成說它沒有出口 它就只會在那邊一直跑 就會形成無窮的回圈 那就會出不來了 所以使用標籤喔 要特別注意 那這個危險性蠻高啦 所以喔 這個VBA有這個標籤 可是後來的那個VB 後面有個點內者啦 單內者有沒有 它就把這個拿掉了 所以就不能用標籤的敘述 以前用很習慣的喔 就是VBA還有 但是VB單內者或者是後續的程式 就把標籤的這種東西拿掉了 主要可能它也考量到 雖然很方便 可是比較容易讓程式陷入到一個 可能危險喔 就是比較容易出Bug的這種可能性 但是如果你用了小心 我早覺得還好 因為用到現在為止 也沒發生過什麼樣特別的狀況喔 好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它沒資料的話 我先切回到總表 一定還是要切回去 然後呢 再go to no data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ELCIF 這個前面有講過啦 如果這是一重 第一個 首先 其次 其次什麼 其次R等於3 那其實R等於3就等於喔 如果你把游標放在A2的話 Ctrl向下是R等於3 但是如果你游標放在這裡 Ctrl向下 那就1048576 不過我後來發現喔 好像放在A2喔 比較會單純一點 為什麼會放A2喔 道理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本來是放A3 Ctrl向下 1048576 可是喔 會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用的是2003以前的版本 那它最下面一列 就不會是1048576 而會是65536 OK 也就是2003以前的版本喔 最多只有6萬多列 但是2007以後呢 才會是104857 100多萬筆 OK 所以特別注意啊 那怎麼辦 後來我想說啊 還是要兼顧到什麼 相容性 OK 不如這樣好了 我游標放這邊偵測 這樣也可以啊 它回來不就3 但是你放這邊 它下去喔 這邊是1048576 可是別的版本不見得 所以怎麼辦呢 考量到相容性 那我乾脆怎樣 放這邊好了啦 這樣子的話 一勞永逸 就不用去擔心說 如果它是在 舊的版本跑 那會出問題的 這個喔 所以寫法上面呢 當然有多重的考量 OK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R等於3的話 那怎麼樣呢 Ctrl Shift就好了 向右就可以了 有沒有 Ctrl Shift向右 向下這兩行 那就把下面那一行 拿掉就好了 好啊 再來的話 一樣做複製 一樣切過去貼上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要再向下幾列 Obset 本來是向下一列 對不對 那我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R-3 那也就是說 根據什麼 而去 去去去跑 跑那個 向下幾列呢 根據什麼呢 主要是根據喔 到底它裡面有幾筆 比如說呢 假設喔 我這邊 比如說我這邊 Ctrl向下 因為上面已經有兩列了 如果你Ctrl向下 是3的話 那減掉2 為什麼減掉2 因為這邊是一個標題 這邊是欄位 主要是減掉這兩個 那當然3的話 表示它只有一筆 所以Obset 就向下跳一筆就好了 這邊我們設一個中段點 直接來跑 如果兩筆的話 就跳兩個 所以這邊 大概執行到這邊 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這邊我把 就得輕 OK 有沒有 它已經把這一筆先過來了 那我把Obset的多少 3 減掉2 那就跳一個 所以F8 跳這裡 再來呢 讓它往下再跑 就把那個2月份的 因為1月沒有了 再來3月份 3月份兩筆 所以要跳多少 跳總共R等於多少 R等於4 有沒有 向下偵測嘛 就是第三 第四 有兩筆 那減掉2的話 就跳兩 向下 Active Sales 向下跳兩個 所以是應該 跳兩個 它原來在這裡 一個 不是 現在一個 兩個 一個 對 這邊執行 有沒有 兩個 意思就是 一二這樣子 OK 然後一樣 其他都一樣 就兩個 然後也是一樣跳兩個 跳到這邊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Offset真的還蠻好用的 我有時候還蠻喜歡 Offset 反正一直Offset 但是Offset有個缺點 因為你資料量很大的話 它效率還蠻差的 因為它為什麼 它一直在跳 跳了再填 跳了再填 這樣 可是是很好用 因為你就一直跳 一直填 所以你要把某個資料 某一邊的資料抄到另外一邊 也可以Offset 抓這個 填這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可以 Offset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直接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把這個資料 有沒有 直接就 全部輸出了 另外一個清除 這樣的話就 完成我們這個練習 這個其實 同學問的問題 我覺得還蠻 跟我們這個範例還蠻接近的 所以把它放在這裡 至於Node data 可能你們也自己再跑一下 程式 這個地方 第一個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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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它會 因為一月份裡面是沒有東西 所以它是空的 切回去 No data 有沒有 GoTo有沒有 它會跳哪裡呢 跳到這裡 有沒有 跳到哪裡 跳到Nex 意思是說 直接跳到下一個了 下一個 下一個這樣 OK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利用剛剛的那個 就是 合併工作 工作表的範例 然後呢 延伸就是 會有那個 104年的追款明細 那這個地方 跟剛剛的最大不一樣 大概會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 邏輯 稍微比較複雜 它有沒資料的 有一筆的有多筆 那前面都是多筆 所以會處理那個 沒資料跟 一筆的這種情況 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 原來就是 直接讓它跳到最下面 不過這裡的話 我是 沒有讓它直接跳到最下面 而是讓它怎麼樣 直接 Offset來取代 直接跳到最下面 好 這個方 我想各位可以 再自己 跑一下程式看看 或者如果您還有 其他的寫法 那也OK啦 反正這沒有所謂的 標準答案 也許你可以想想看有沒有 因為我們這邊用 聚集錄製的 那你想說 我要全部用VBA 自己從頭到尾寫過 各位 當然也可以啊 只是難度應該會 蠻高的 試試看 好 好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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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